工展會今天閉幕 大批市民把握機會救密 有賣食品的商戶說 今年工展會的會期距離農曆新年比較遠 影響消情 不過也有賣冬天衫的商戶說 今年生意比往年好 賴卓恩報導 跨年的工展會來到最後一天 未入場已經大排長龍 場內更加人頭湧湧 很多人出動手推車和行李商訴貨 滿了移歸的包括他 這個合併這麼划算 30元有三包 有喔 這個有喔 維康買60多元 現在40元一枝也不用了 不划算 新年開心 這個很貴 不划算 當然是瞄準 不瞄準怎麼會來 最後一天 我不知道原來是二號 以為是第二 以為是幾幾天 原來不是 我今早就來了 也有市民買到 怕被家人知道 買了很多 買了成萬元 有些什麼 要掃來聽聽 沒有掃 有些原來 例如買了些 你們罵 被老公罵 你有什麼鮑魚 有啊 有啊 也有啊 有明目魚 有 有 饒廚 市民把握機會 掃便宜貨 商戶都把握最後一天 賺多一些 來到公展會的最後一天 各個商戶都覺出奇謀 即使是賣廚具都準備了食物 給人客試吃 吸引他們來買東西 有賣預航衣物的商戶就說 燒情出乎意料之外 對生意額感到滿意 燒情比去年好 即是我們都不預期了 很老實 誰知道聖誕那段期間 直到今天 人流多了 我們燒情也好 追得到去年的數 多了 有沒有說幾個百分 多了 現在 未計算今天 都有7至8% 那算是好好的 對我們來說 不過有售賣湯料的湯港就說 因為公展會提早舉行 距離農曆新年的時間較長 與其生意輕微下跌 NOWTV記者黎卓恩報導